妖神祭 第479章 药叶 妖主的目光落在了聂黎的身上 眼眸中掠过一道妖艺的光芒 她瞎了一口茶 显得泰然自若 聂黎从她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气息 她感觉到 若是真打起来 她未必是妖主的对手 看到妖主之后 叶紫云难以抑制内心的仇恨 想要冲上去 聂黎赶紧伸手把叶紫云拦了下来 没想到这段时间 你的修为也提升了这么多 聂黎冷冷地说道 叶宗的仇不共戴天 龙须介遇 不愧是强者云集的地方 这里各种功法数不胜数 想要修炼成为绝顶高手 并非是什么难事 妖主淡淡一笑说道 和小玲珑世界 是全然不同的两个领域 你修炼的事是灵神功 聂黎眼睛微微一眯 盯着妖主说道 不错 没想到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妖主手中的茶杯 略略顿了一下 随即恢复了自然说道 士灵神功 虽然能短时间内 吸收妖兽灵魂提升修为 令修为达到极其惊人的程度 但是功法凶险 稍有不慎就会被反噬 到时候全身暴力而死 聂黎冷笑了一声说道 修为提升的越高 就越是凶险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能把士灵神功修炼到什么程度 没想到你居然懂那么多 真是可惜了 妖主叹息了一声说道 可惜什么 聂黎眼眸中掠过一抹寒光 可惜你我是狄非友 若是你能助我 以你我二人之力 想要掌控这龙须戒雨 又有何难 妖主哈哈一笑说道 听到妖主的话 大殿中的众人 皆都流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他是什么人 居然说这样的话 简直狂妄 众人显得很是恼火的样子 聂黎淡淡一笑说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更何况 你我之间 还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你是说叶宗吗 妖主笑了笑 一个小玲珑世界的人 值得你如此在意吗 他对我而言 是至亲之人 聂黎冷冷地说道 那真是可惜了 我并不想与你为敌 至少现在不想 事实上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说不定可以通力合作 妖主眼眸中 掠过一丝神秘的光芒 共同的敌人 你倒是说说看 聂黎嗤之以鼻 妖主盯着聂黎 看了半天 许久之后 才缓缓地说道 圣地 听到妖主的话 聂黎身形微微一顿 也盯着妖主 许久 聂黎心中有点不太明白 妖主是 怎么知道圣地的 虽然圣地正在练化 整个龙须戒雨 但是龙须戒雨里的人 却毫无所知 因为他们 这个层次的人 根本没有能力知道 千万年来 但凡有谁的修为 能够超越武宗 踏入那个境界 就全都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谁也不知道 那些强者是怎么死的 但只有聂黎知道 那些人 都是被圣地手下的弑神杀掉的 当年的聂黎 突破武宗之后 在时空10之书里面 躲了数百年 这才逃过一劫 可是后来 还是不得不对上了圣地 和圣地决一死战 似乎是很满意聂黎的反应 妖主微微一笑 悠然地瞎了一口茶 周围的人听到了 妖主和聂黎的说话 他们不禁疑惑 议论纷纷 圣地是谁 我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他们都猜测着 究竟是谁 能够让聂黎和妖主 这两个年轻一辈的超级天才 如此在意 我又怎么知道 你不是她的人 聂黎握紧了旁边的一个茶杯 如果我是她的人 你已经死了 妖主笑眯眯地说道 聂黎握着茶杯 过了许久 这才慢慢地放开 我可以不为难你 但是你害死了我岳父 跟你合作是 没有可能的 聂黎抬头看了一眼 妖主道 刚刚我还在奇怪 你的修为怎么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直到现在才明白了 你应该是上古时期 某个灵神转世吧 想要猜到这个不难 我觉醒也猜一个多远 妖主抬头看着聂黎说道 圣地到底有多强 想必你也知道 你我联手 也未必有百分之一的把握 若是单打独斗 只会死得更快 那倒未必 我不觉得 你能帮到我什么 聂黎很是冷淡地说道 看来你还在为夜宗的死耿耿于怀 妖主笑了笑 右手一动 手中多了一个瓷瓶 他把这个瓷瓶放在了桌面上 倒这个东西给你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合作 但至少可以近视前嫌 聂黎疑惑地看了一眼妖主 拿起那个瓷瓶 略略略闻了一下 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从瓶中传来 生命之拳 聂黎陡然睁大了眼睛 略过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不错 宇宙尽头的生命之拳 想必你应该知道怎么用 妖主看着聂黎 这个东西 至少已经可以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没等妖主再说什么 聂黎直接把生命之拳收了起来 多谢 你给我这个东西 我们虽然不见得会合作 但是之前的仇怨一笔勾销 聂黎点了点头说道 有了生命之拳 再加上聂黎收拢的夜宗魂魄 就可以施展秘法 将夜宗复活 夜宗能够复活 那他们也妖主之间的仇怨 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你给我生命之拳 应该不只是 想要兵士前嫌这么简单吧 聂黎看着妖主 那瑞丽的光芒 仿佛要将妖主看穿一般 不错 除了兵士前嫌之外 我还想问你要一些东西 妖主点了点头说道 什么东西 聂黎问道 无相神果的药业 不管多少 妖主定定地看着聂黎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有 聂黎问道 你分出去的圣药 应该是用无相神果的药业所制 可是那个所谓圣药 浓度太低了 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我要最纯的药业 妖主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会给 聂黎盯着妖主说道 既然你弄了这么多圣药 手里必定有一颗无相神果 给我一些药业 对你来说根本没什么损失 妖主看着聂黎 眼睛微微细眯着说道 当然你也可以不给 不过 你不希望多一个敌人吧 第四百八十章 虫具 那倒不至于 不过是一些无相神果的药业而已 送你了 聂黎拿出几瓶 甩手扔给了妖主 妖主接过瓶子 然后收了起来 你不看一看 我给你的东西 是真是假 聂黎眉毛微微一挑 看向妖主问道 没有必要 你是聪明人 不会做那种蠢事 妖主淡淡地说道 叶子云用手拉了拉聂黎的衣角 问到聂黎 这个人他 值得相信吗 至少他给我的生命之权是真的 有了生命之权 我就可以复活你的父亲 除了这个 我与他之间 便再无恩怨 聂黎平静地说道 可是 光辉之城 一直在他的威胁之下 叶子云说道 如果有 那至少 现在已经解除了 现在最大的威胁 是圣地 聂黎的眼眸中 略过屡屡寒芒 如果让他继续练化龙虚界域 不管是小玲龙世界 还是龙虚界域 都会化为虚无 所有人都要死 所以 有的时候敌人 也是可以变成朋友的 至少在圣地死之前 他和我的目标是一致的 聂黎说道 虽然我不太懂 但是只要是你决定的 我都会支持你 叶子云笃定地说道 旁边的萧宁儿 也点了点头 我也是 其他人听到了聂黎和妖主的对话 都觉得有点疑惑 什么生命之权 什么无相神果 什么圣地 竟是一点都不明白 没想到聂黎和妖主 竟是就相识 这世间 到目前为止还算清醒的 也就你我二人而已 妖主淡淡一笑说道 圣地死之前 你我是战友 等他死后 你我再一决胜负 一言为定 聂黎淡淡一笑说道 妖主扫了一眼周围的这些人 道你费尽千辛万苦笼络这些人 等到了决战的时候 他们真用得上吗 不如一个人 突破实力稚固 踏足巅峰 与他对决一较高下 聂黎看了一眼妖主 淡淡一笑说道 我曾经和你一样的想法 修为已经接近天道极限 但是还是输在了他的手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下有六只神级妖兽 并且有数千是神 每一个修为都到了天道中阶以上 还有这么多魔道宗门护持 我击败了他那么多手下之后 等到与他对决的时候 便已经是筋疲力竭了 聂黎苦笑着说道 你也曾与他战过 妖主眉毛微微一挑 不错 我猜测 你应该是上古某位灵神附体吧 在你和他对决之时 他身边还没有多少高手 可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之中 他已经经营太久了 我们若是想要对付他 光是你我二人是肯定不够的 聂黎苦笑着说道 难怪你要把六大神宗都拉拢起来 妖主扫了一眼 身周各个神宗的人 说道 不错 我不但要把他们拉拢过来 还要助他们实力提升 突破五宗 踏入传说中的天道境 聂黎说道 他微微握紧了拳头 只有这样 才能与圣地决战 想要让那么多人 都踏入天道境 这恐怕不太可能 妖主说道 当初圣地能够做到的 我自然也能 聂黎笃定地说道 那希望你能成功吧 我对他们可没什么兴趣 既然有了你给的无相神果的药液 我准备闭关术远 妖主平静地说道 她的身体慢慢地消失 化为虚无 已经离开 余音鸟鸟不绝 希望下次再见 你的修为不要被我拉开太远 一股意念 从万里河山途中传来 正是宇燕女神的 聂黎 你可知道这家伙 是什么灵神转世 宇燕询问道 我也不知道 聂黎苦笑着说道 这家伙身上 有一种极其诡异的气息 连我也有几分忌惮 断间看向聂黎说道 我在无相神宗当中 纵然是武宗境界的高手 也毫不畏惧 只是这个人 他的实力高深莫测 我不是他的对手 这很正常 此人就连我也看不透 聂黎说道 暂时不要与之为敌就是了 很快的六大神宗的宗主都到齐了 除了天鹰神宗宗主南宫仙鹰 无相神宗宗主修宗主之外 还有百花神宗宗主花千月 混云神宗宗主赫连烈 火神宗宗主炎映 这些神宗宗主到齐之后 连杜泽 魏南 张鸣等人也都来了 聂黎 聂黎 他们纷纷都朝着聂黎这边聚了过来 一个个开心极了 来到龙须戒狱之后 他们虽然和聂黎之间有信件往来 但确实是好久不见了 这段时间 每个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你们都还好吧 聂黎看向杜泽等人 微笑着说道 我很好 杜泽微微一笑说道 我们也很好 修为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魏南 张鸣等人 纷纷说道 他们是 一旁的南宫仙鹰 看向聂黎问道 他们都是我兄弟 聂黎淡淡一笑说道 南宫仙鹰眼神变了变 心中充满了无比震惊 身为天鹰神宗宗主 他消息还是非常灵通的 基本上各个宗门 但凡稍微有天赋一点的后辈 他都知道 更何况杜泽等人 都是各大宗门 极其出类拔萃的 在各个宗门里面 都很有权势 没想到聂黎 竟然在每个宗门里面 都安插了他的亲信 关键是 聂黎安插的这些人 每一个天赋都如此强大 南宫仙鹰并不知道的是 杜泽等人的修为之所以强大 并不仅仅只是因为 天赋那么简单 而是他们修炼的 都是绝顶功法 根本不是普通功法 能够比拟的 再加上聂黎还给他们 送了那么多圣药 他们就是想不出 类拔萃都难 当然 他们的修炼 也是极为努力的 一点都没有落下 强大的天赋 再加上在宗门里面 有心经营 他们都成了各个宗门 极有话语权的人 所以 各个宗主前来 天音神宗的时候 便把他们也带上了 这在普通弟子之中 绝对是一个殊荣 今天 我们兄弟重聚 一定要庆祝一下 聂黎哈哈一笑说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